4月20日802分,四川庐山发生了7.0级强震,著名歌手韩红在获知这一消息后,第一时间开展爱心救援行动。 与此同时,韩红也被受邀演唱《赈灾公寓歌曲》。 23日,韩红曾发微博第一次拒绝演唱,称救援比唱歌更重要。 今日韩红再度在微博发声,再次表达剧唱的坚定态度。 微博原文如下,之前找我的人是伪词曲作家,有很硬的后台,动辄就拿中X部吓唬人。 此行为我恶心,我不是指单纯有爱的音乐人和歌手,我所指居心不良人,有好事者出来挑事,这是中国特色。 我接着,真心为灾区唱歌的人你们真不知道我骂的是谁,你们没有被这种恶势力压制过吗?我依然就不唱。 相较于23日,韩红第一次通过微博发布剧唱态度,今日言论再次升级。 韩红不仅在微博中透露,曾有人拿某高管部门吓唬压制他,并再度坚定称,自己将拒绝演唱《赈灾公益歌曲》。 韩红近年来一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公益。 此次庐山地震,韩红也是身体力行,投入到抗震救灾的队伍中去。 此次拒绝的气场更是获得网友关注。 不留娱乐于文素地为您整理报道。